直接留下一心評論 網友生氣地表示 上個月23號地震當天 他大老遠跑來花蓮 Google搜尋有營業的店家 結果卻沒有開 只是這扶評讓業者難過又無奈 是不然難過 可是重點是員工安全 我們有在我們的那個 混資專業團有公布說 我們地震休息 大家要見諒 不是我們不開是為了安全 花蓮市林森路上 一間知名日式壽司屋 0423當天因為強烈餘震 縣府宣布停班科一天 考量餘震不斷 員工上班有安全疑慮 業者選擇停業一天 有顧客撲空因此留下負評 花蓮已經很慘了 不要再留了 業者強調地震重創花蓮觀光 他們的生意也大受影響 0403後陸陸續續被退訂了七八十桌 不過他們不灰心 隔天甚至還跟著善心人士 一起到太魯閣公務段的前進指揮所 煮熟食給前線辛苦的工作人員 我們清晨四點都在這裡集合 集合我們就到現場是八點 八點我們就煮熱湯給他們吃 煮一天半啦 花蓮要加油這樣好不好 還是有信心啦 對啦 業者希望遊客能夠重新造訪花蓮 讓災區能夠順利挺過這次的難關 TVB新聞高志龍陳家童花蓮採訪報導